大家好 我是宜潔 今年20歲 我從18歲的時候開始學會化妝 就變得很愛漂亮 有一點我照鏡子我發現說 我這邊眼皮就是是雙層的 然後這邊眼皮是三層的 就會造成我誤會 自己有大小眼的問題 我就決定20歲我一定要去整形 這兩年來我陸陸續續都有在找醫美診所 後來就打聽到邱醫師的眼睛跟鼻子做得很好 邱醫師是建議我說割雙眼皮 然後開眼頭開眼尾 照鏡子的時候我就發現 嗯 我黑眼圈很深 不知道可不可以解決 邱醫師告訴我說 這個其實不是黑眼圈 這個是眼袋的陰影 可以內開眼袋去解決 我述後晚再跟大家分享 掰掰 嗨 我回來了 做了那個割雙眼皮 開眼頭開眼尾 內開眼袋 現在是我術後第八個月 笑的時候 就是臥蠶更明顯 第二天就去美法院 讓安倫家幫我洗頭 只有那種腫脹感 其實可以去買蜈蟲水來喝 喝一個禮拜 腫脹感沒有那麼嚴重了 個人是蠻怕痛的 術後完全沒有感覺 發誓 發誓 如果是割雙眼皮的話 小織女一個月的薪水差不多 就是還沒來諮詢之前 我原本是只有打算割雙眼皮 經過邱醫師 他建議我開眼頭 開眼尾跟 內開眼袋 對我的眼睛漂亮度 完美度會比較好 諮詢過後做什麼項目 那個費用才會比較準 靠近看鏡子化妝 我也看不到我的傷口 上班族的話 隔天其實可以正常上班 繼承司機 跟高度用眼的工作者 我覺得請個兩三天比較好 眼睛也是很漂亮 就算你素顏出門 還是會有人誇獎 像我今天防曬跟口紅而已 我自從素後 我就很少在畫眼妝而已 不用每個月再去接睫毛 眼線也不用畫了 開了眼頭跟開了眼尾 所以眼睛看起來會又大又長 五到十分鐘內就可以出門了 更不用讓男朋友在樓下等太久 大家好 你把整理由的粉絲的影片 底下就我們打的隊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